Hello Amigo 各位大家好 今集我會為大家介紹如何在英國考巴士牌 為何要開這個題目呢? 因為國安法已經實行了 加上今天Boss Johnson 說可以讓BNO 過來讀書 5年後可以讓大家永久居留 所以很多人問我究竟是怎樣的呢? 英國環境是怎樣的呢? 這一集我盡量一一解答 第一件事 如果大家在香港已經有巴士牌的話 可不可以直接轉過來呢? 我老實告訴你,是不行的 你轉過來的牌子 你只可以在你的私家車牌和電單車牌 但是前提你要來英國超過185天 這185天就不掉了 因為你BNO 入境應該還是要扔印的 所以你入境後 185天才可以全車牌 這185天內 你小肚子運樓 找什麼做 自己衡量 這個問題 沒有說一來就可以做巴士司機 起碼都來了一年之後才可以打算 那做巴士司機有什麼條件呢? 第一件事 要有英國或者邀請兩年 不可以扣超過三分 或者有些公司也會規定你完全沒有扣過分 第二件事 要有一個basic communication skill 簡單來說就要懂得講英文 至於說到他不是要求你很流利 但起碼大家一般對答的話 你會聽得明白 他又會明白你說什麼 你不要要別人說十次 你才能聽得明白 那就糟糕了 所以這件事 英文這件事大家自己要學一下 那就要改善 其實在香港學的英文和來到的英文 也是兩回事 所以大家多看這邊的節目 聽多這邊的人說話 來學這邊的英文就比較好 跟著的就 其他就沒有什麼 都是你去interview 純粹問一下你之前做過什麼 還有你最好 你去reference 因為他在英國的建工 Thomasson都會問你取reference 你去reference 譬如說你在香港那邊的話 最好給一些細節是正確 或者如果你已經有一個reference 的買點給他 就最好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他們的規矩 通常都是 他不會直接問你取的 你填這個application方法 你會說你之前錄過什麼 就算他在海外地址的話 他也會寄去你的公司 在這裏問你的公司拿個reference letter 但是 你本身的公司 會不會出那份reference letter 給你 譬如說你在香港 你的狗包我做的 你狗包會不會出一封信 然後寄回英國給他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這個問題了 我覺得很難回答你 但是如果你說去建工 如果你真的說他沒有收到的話 可能是 oversee 什麼什麼 沒有收到 你可以說給他自己的份 如果他接受不接受 也沒有話說的 什麼可以做 然後 如果你說interview 什麼都通過了 即是所有的check 後面的check 全部都通過了 基本上就 還有你interview 他會叫你駕駛一輪車的 但是就不只有巴士 他會駕駛你 給你一部小貨車 駕駛10分鐘 15分鐘 這一段路 我告訴你 你駕駛的駕駛法 就一定要像駕駛一樣 駕駛的駕駛 還不知道 頭要駛到 讓你看到一塊鏡子 打燈 什麼都要做出來 就是 選擇一個學神駕駛法 那你就會過關的了 你不要像平時一樣 一隻手這樣轉軚 打燈就開 那些是咳線 如果你一做這些 你就肥硬 跟你說 不用說了 肥硬 然後 過了這些 之後就去訓練 訓練 訓練 基本上就是四至五個訓練 訓練訓練什麼 第一個訓練 就請你趕快考了一個 訓練 第一個訓練 通常都是教訓的 所以在教訓中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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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就叫你讀書 讀書 讀完一個訓練 考了 過了 你過了 接著第二個訓練 出街 接著就 好了 可以給你電話號碰車 但是 你肯定 開箱的時候 就會被師傅吵你兩嘴 吵你三四五六嘴 這個做得不好 那個做得不好 其實這些 是時間問題 坦白說 他會 去評估你學成怎樣 兩三個星期之後 如果他覺得你準備好 他會發送你去考 如果你考過了 OK 沒有問題 正式員工簽合 如果你不通過的話 可能再給你一次機會 如果你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也不通過的話 那就再見 與勤告紅 拜拜 或者你下次再來 但是你下次不可以立即再HAPP 起碼 例如說你失敗後 你要六個月後 才可以重新再HAPP 其實都是這樣的流程 你就考慮了 到出街 到正式簽集合約 入廠 怎樣做的話 我就留下集再說 這集我暫時先講多 好了 再加上一件事 人工的問題 人工的問題 在倫敦內的巴士公司 人工高一點 因為你新製進去 基本上我們的Pay Rate 就五花八門 老闆 有老闆的Pay Rate 一般你進去 你當你是新製 大約是12-13磅 一個小時左右 沒扣稅 麻煩你 如果你不在倫敦的話 就大約是10磅 11磅左右 都是沒扣稅的那價 一個星期 最少會給你回5天 38個小時 這件事 加價公司也差不多了 Pay Rate Time Tomasan 也有 看你自己想不想做 跟香港也差不多了 但如果你說Driving Hours 譬如說你最長的Duty 可以去到12個小時去一天 最短的也可以去到6個小時去一天 而至於 好像說 你好像香港那些特別艱的 那麼 特別艱呢 這裡就很少特別艱 因為外國人不喜歡有招責老闆 所以就 OK了 我暫時先講到這麼多 如果有些什麼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 今集就先講到這裡 再見 拜拜